那淘汰这事就是 是伤自尊了吗 还是 就是还是脸上挂不住 到现在也没走出来 就觉得脸上挂不住 但是就还得写嘛 就一边对抗着那种 觉得无地自容的情绪 一边写点 尽量自己觉得 可能能挺好玩的状态吧 没有 我想说一句啊 就我也参加了 类似这样的节目 我后来我给自己想的一个 调节方法呢 就是就在这台上 不管是淘汰还是晋级 仅代表最多也就200人 他们的看法 但是真正看这节目呢 是上亿人多少人 对 所以只是这么多人一个游戏 不用太在意 其实您说的这个我也知道 我就是没经历过失败之前 也是这么想的 然后可能我确实经历的失败少 那你累死我多呗 那你累死我多 希望借您节响 以后能越来越失败 不是 是不是 多余理他 这么多余理他 能把这个 你不要给他 多余理一下吗 把我介绍 不是 我以后还是真的磨练 就是磨练太少嘛 以后还是得多磨练 不用磨练个